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俊 受到高空翻氣旋的影響 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又熱又曬的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都見到中國東南部的雲層相對比較薄一些 不過同一時間 廣東沿岸都是吹著一些有組織的西南風 西南氣流有利趙雨的發展 所以在今早早的雷達圖上面 我們都見到香港附近有些零零碎碎的雨區 去到早上的六點鐘 各區的最低氣溫就介乎在26至29度 天色方面 日出之後我們在雲層之間也開始見到一些陽光 預計今天的天色都會是不錯的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天晴 但有一兩陣的趙雨 日間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大概會到33度 風方面會是吹和緩的西南風 稍後離岸風勢清淨 提醒大家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的 我們預測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會到12 這個極高的水平 大家出門口之前最好就帶著把傘 既可以遮雨亦都可以擋太陽 我們預計未來的幾天 天氣仍然都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不過局部地區都仍是有些趙雨的 今早早的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見 明明明明明明 في看 prepar particularly